我非常同意亮哥讲的 现在当美国的盟友 必须要真的冷暖自知 真的冷暖自知 我再举一个 我刚刚提到这几个 不管是AUX或是QUAD 这些成员国各自的做法 你去看 是不是像亮哥所讲的 都有点在变 包括了韩国 韩国拜登五月份去访韩 五月份访韩的时候 宣布跟现代汽车合作 然后韩国要到美国去设 电动车的车厂 投资55亿美元 那转眼之间 拜登回到美国没多久 要通过一个通膨法案 通膨的削减法案 又取消了对南韩电动车的补贴 当然韩国媒体就直接讲 这就是背后统道 美国其实得罪盟友 也不太在乎 他的理由是 他用了中国的电池 可是问题是 韩国找不到替代品 他80%都是从中国进来的 那个原料 事实上尹熙悦 尹熙悦民调已经从46%跌到25% 最近回到快30%了 回到快30% 所以我认为中韩跟中日的高峰会 应该在11月之前都会陆续落实了 你是说到G20开会之前 美国这些重要的盟友 包括了德法 要去北京是确定的 跟日韩 岸田跟尹熙悦也会先见到面 对 我们来给大家看这段画面 这个我看上热搜 前几名 拜登在台上致辞要承诺 提供60亿美元对抗疾病 来我们一起来 我们帮我们play一下 那个尹熙悦在当时的会场 那拜登致辞完之后呢 就跟台上一群政要握手 这人当中还包括了尹熙悦 也有握到手 尹熙悦下了台之后 就转头跟幕僚讲说 哦 那群臭崽子 在国会没有让这60亿美元通过的话 拜登那张该死的脸 要往哪里去摆呢 他的用语是 你听了都韩语 真的 我在耶鲁大学学过两年韩语 我以为你是日文书看的 你韩语也可以 学过两年 因为日语跟韩语文法是一样的 那个是小崽子 他就说这些小狗崽 是这意思 来我快看这个东西 我先问两个 他讲完这段话之后 被录下来 被偷录 被偷录以后全部公布出来了 糗暴了 我先问 尹熙悦在韩国国内 就一个政治人物 民调25%到30%之间 他的民调会增加吗 因为支持他的都是亲美的 OK 因为韩国最近真的被美国压得很厉害 比如说晶片联盟 对啊韩国人那么民族性量刺 骂了美国总统搞不好民调会高业 对所以我认为不一定是坏事 我就是这个观点 因为在韩国喜欢美国跟讨厌美国一半一半 就50%嘛 对对对 你的民调25% 如果你一骂拜登那张该死了脸 然后又骂了一群国会议员 搞不好25%到35%都 对民调反而有加分 而且拜登那个又是一副 就韩国也要出钱的意思嘛 是啊 对嘛 没有重点是你 拜登承诺60亿 重点国会会不会过是 这确实是 隐习院讲的没错嘛 你开空头支票 最后就是哎呀 我有这个意思 白国有这样的意愿 我们都想做 但是我们因为国会议员 现在马上要选举了 你看出隐习院讲这个话的 他的个性 因为他是总检察长 是 坦白讲 韩国的司法 是很彪悍的嘛 你看过一些电影 他本来就看不太起这些政客 所以他讲话大概也蛮直的 可是你要知道 他在选举过程当中 是亲美拥抱萨德 对对 现在骂拜登 那萨德也在演你当中 因为他跟王毅 他基本上对中方有这样说 说希望萨德这个议题 不要影响我们的关系 如果 如果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的 这个急事系统 就是他下台故意讲这段话 让媒体露出之后 好像是不经意的 但是露出去了 代表说我身为一个南韩领导人 我还是用guards的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做 这要接下来看他对金片联盟的强硬程度 那才是实际 对对对 那人家就会连结起来 我给他做个报告 因为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我也去探了一下他们后来的后续 隔了15个小时 15个小时 15个小时的危机处理 说当时尹锡约在会场骂的什么这些臭宅子 没有臭的意思 没有臭的意思 二他说我不是骂美国的国会议员 我骂的是韩国的国会议员 请问你在美国骂韩国的国会议员什么意思 你这个说法能够相信吗 当然 不过韩国的老百姓知道他的尴尬 知道尴尬 好另外一个尴尬 再给大家看一个消息 因为韩国的那个社交网站 把他骂爆了 韩国说你在美国丢脸 说你在美国丢脸 就这样 这个看韩国人怎么操作 如果韩国有足够的 政府养的网军的话 要播一下也是有可以另外一个层面做操作 因为接下来他真的会被美国压着 打半导体了 下个礼拜了 下礼拜看那个半导体会议会怎么开 不过所有美国我们刚刚包括举例 这个不管是蓝色太平洋 或者是澳洲 或者是韩国 你当美国的盟友 你就心里冷暖自知了 是不是真的对于自己的国家利益 或者是拿到好处 还是说真的必须要配合 但吃亏都是你自己钱也给美国赚